手上看似没有灰尘 眼睛看着桌面桌面上没有水盒 又有鼻子 这就是说咱们把桌面已经清洗干净了 清洗完桌面以后 咱们再清洁电视机 电视机是这个带电的一件夹具 所以说在清洁的时候 首先要切换电源 擦电视机的时候 不能用湿麻布擦 不能用干净的干麻布擦 轻轻地将上面的灰尘 用核擦的方法 把它清洁干净 清洁的时候呢 也是鲜面 后侧面 反复地擦麻干净 这边这个侧面呢 因为这个散热孔是横的 所以咱们擦的时候呢 一定要适量它这个方向 把它把这个灰尘擦起来 这个铁面继续把它擦干净 这样呢 这个电视机的清洁就完了 你看电视机清洁干净以后 上边这个小动物就在高光系里上大家笑 电视机在这个银杆瓶清洁的时候呢 或者用向心的镜头纸 用横擦或者竖擦的方式 把它擦干净 下面咱们学习地面的保洁保养 地面有大理石的 水帽石的 地板章 有地毯和墓图地板 现在呢 咱们就与这个大理石雇用 进行实际操作 操作的时候呢 按照先里 后外 先边角 后中间的 会去最新清扫 清扫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牙尘 调度不要调得太高 要注意床里和窗脚 一定要清扫干净 拉击清除后 用清晓的顺序 从里到外 从前脚到中间 一次地进行托拉 托把呢 一定要用潮湿干净的托把 一般就是七到八成竿 人是痛点然后走 这样呢 最大的好处就是 清晰过的地方就踩不僵了 托力的时候 注意托把 都能托托全群和踢脚线 全群和踢脚线 一定要用当务的拿购 当务查 这样 如果客厅的导节 就进行完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通过我们的导节 客厅变得泛然一新了 非常好看 5-9-10-8-6-2005-100-130-130-7-300-8-600-1000